第104课 我只愿追求在真理内远属于我之物 首先看到第一段的第一句和第二句 今天的观念继续提醒你 喜悦与平安不是无谓的梦想 基于你的生命本质 它们是你的天赋权利 这个地方课程再次重申了 喜悦和平安不是我们的身外之物 要去寻寻秘密 上下求索 相反 它本来就在我们之内 它是我们的天赋权利 这一点是由我们的真实身份决定的 我们的真实身份 是主二代 是上主之子 是圣子 那么平安啊 喜悦啊 这一些东西 本来就是我们的内在属性 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结合第61课 我是世界之光 这一课当中呢 我们声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认领自己的真实身份 虽然对于小我而言 说自己是圣子 是上主之子 这种相当于变相的自我膨胀 但事实上 听信小我的禅言 认贼做父 否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那个才是真正的傲慢 所以 结合这个部分 一起看 再重新感受喜悦和平安 是我们的天赋权利 不是无谓的梦想 然后接着看第三句 他们是上主对你的恩赐 而上主所愿之事 是不可能失败的 分裂不曾发生 只要我们 一起这一个真相 救恩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 一元的十项 救恩已经成功地完成了 意味着 上主所愿之事 不可能失败 接下来第四句 然而 若要接受他的礼物 你得先准备自己的心田 第五句 凡是接受自己营造之物 且任他纠占雀巢的心灵 是不可能欣然接受上主的赠礼的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 之前解释的 虽然 喜悦和平安就在我内 是我的属性 但是 如果我不放下 小我营造的这个 虚幻不实的世界的话 如果我还在认同幻 就相当于我否定真 那这个时候 纠占雀巢的心灵 是收不当上主的礼物的 乌云蔽日 这时候是看不到太阳这个万丈光芒的 接下来看第二段的第一句 今天我们要清楚你自己打造出来 而且供奉在神圣祭坛上的无聊礼品 那祭坛原本是供奉上主赠礼的 这个表述 按照我们的思维听起来又有点绕 神圣祭坛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里的神圣祭坛 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灵 同样的 心灵作为灵性的代理 它可以调用上主的大能 关键就是看什么 就是看它调用了这种大能 为上主服务 还是为小我服务 这句话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心灵调用的大能 不要再为小我服务了 把这个位置腾出来 腾出来为谁服务呢 重新选择为上主服务 这个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 然后这一句话当中还提到了 我们自己打造出来 并且供奉在神圣祭坛上的无聊礼品 这些无聊礼品 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赠礼 营造出来的虚幻不实的赠礼 都是什么呢 比如说 川普拉达 戴嘎哈提 开兰博基尼 对吧 就是这些 但这些呢 无聊礼品 虚幻不实 一梦醒来空皆探 然后看到第二句 他的礼物 也就是上主 上主的礼物 才是我们在真理之境 所拥有之物 这些是什么呢 是爱 无限 永恒 自由 等等 这些东西 并且这些东西 还不足以形容 真理之境的 只是举例 说一部分 但是根本说不全 因为真理之境 我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 然后接着看第三句和第四句 他的礼物 才是我们在太初之时 所继承的产业 直到时间跨入了永恒 他仍然非我莫属 他的礼物 现在就在我们内 因为他不受时间的限制 这个部分就是在讲 因为我们的真实身份 而拥有的这种天赋权利 也就是喜悦 平安 这些东西 与时间无关的 不管我们 以为分裂发生之前 还是自以为分裂成功的发生了之后 这个部分 从来都在我们之内 这是我们的根本属性 是我们的神圣本质 从来都不曾离开过 与线性时空无关 在时间线内 他也在 不在时间线内 他也在 不受时间限制 也不受空间限制 接着看第五句和第六句 我们无需等待就能拥有 他今天就属于我们所有 这两句非常的关键 因为我们的本质属性 决定了我们有这样的天赋权利 这个时候 端看我们是不是 意气自己的真实身份 什么时候意气 什么时候就接到 接受到上主的赠礼 所以这种是无需等待的 我们今天意气 今天就属于我们所有 我们这一刻意气 这一刻就属于我们所有 这地方做一个小小的展开 之前我朋友跟我聊天 他呢 有几个朋友学佛的 然后他问他学佛的朋友 人要怎么样得解脱 什么时候才能解脱 结果他这个朋友给他的回复呢 就是说你学佛 学佛学了之后呢 到这个最后一口气呼出去的时候 也就是说死的时候啊 跟这个肉身脱离这个肉身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解脱了 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误解啊 解脱 什么叫解脱 我们从二元对立的线性时空 拖出去 那么就是解脱 在梦境当中 选择用自己营造的一切 来让自己受苦 来让自己感受无常 这个就是解脱 但是这个解脱 不是以死亡为契机的 与死亡根本无关 而与身体的死亡根本无关 我当下选择 用一元的目光来引导 我当下选择 用观察者角度 也就是说 以玩家的这种身份 来看待这个游戏里的角色 当下就得解脱 无成之旅 当下即逝 当下选择 当下解脱 与这个肉体的生死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 死亡 根本就没有办法 根本就没有办法保证能否解脱 如果我们这一世 没有把自己的功课化解完 就意味着我还带着某些个信息能量 这些信息能量还等着 在这个线性时空当中 搞出一些人事物来平衡的话 也就是说 我带着这个信息能量所对应的这个频率 我又重新选择了 重新选择的时候 选择什么呢 说起来叫选择 对吧 其实是什么 是相同的频率 感召相同的境遇啊 这时候不是又进轮回了吗 当然可能切换跑道啊 下一世不一定做人了 经畜生道也有可能 经天人道也有可能 做修罗也有可能 换一个游戏场景 继续体验分裂 继续体验局限 继续在故事性里打转 死亡是没有办法保证我们解脱的 解脱与死亡无关 死亡与解脱也无关 这个是我们得认清楚的部分 归根结底啊 我们的信念系统不消化完 死亡不是解脱之因 不是解脱的契机 相反是新的轮回的开始 让我们看到第三段的第四句 尝试练习之后 课程要我们放下世界 带来的矛盾与冲突 因世界会给你其他的礼物 与不同的目标 它们不只靠幻觉形成 也靠幻觉才能目睹 你只能在梦幻世界中 寻找它们的踪迹 这地方好理解到 就像咱们做那个VR体验的游戏 戴上那个眼镜 看到那一切 幻觉形成的 也靠幻觉目睹 如果我沾下这个眼镜 那么梦幻世界当中的这个踪迹 就找不到了 就看不见了 同样的 我们在这个时间 为自己设定的这些礼物 目标 就是我们领取真实之境 上主给我们礼物的最大的冲突 矛盾和障碍 我们要放下的 不单单只是明 不单单只是力 放下的不是 普拉达 卡提 兰博基尼 这么简单 最重要要放下的是 自己的小我 为我们设定的人设 这个角色 你就说 没有这个 所谓的人 这么一个东西存在了 放下这个人设 这才是最大的 矛盾和冲突 我们把这个当真 而上主的 真实之境 只有爱 没有人 我们却认定自己是个人 这地方 是我们最大的抗拒 和恐惧之所在 再看第四段的第四句 我们不再期待 其他任何东西 因为在真理内 其他的一切 都不属于我们所有 不要觉得 真理内 就剥夺了我们原来 属于的一切 而是那一切 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损失了一个 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 相当于 没有任何损失 让我们看到 全然允许练习 已经圆满的第三天 这当中有一句 我想要平安 此刻就能平安 就是我们之前所分享的 无相平安 与外境无关 外境根本就没有办法牵动我的心 如果说我的心是跟着外境去着急反应的 外境变我跟着变 外境一变我乐了 外境一变 我又苦了 那么叫什么 叫做 不得自由 叫做 我是一个反应良好的机器人 当我们用真宽数 当我们用完美目光 去化解内心的障碍 直接选择平安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与相脱钩了 心灵自由了 不再跟着相去反应了 这个 就是解脱 我们今天暂时分享到这 明天继续